高雄西運轉入倒數,為了提高國際的能見度,西運組委會前往印尼觀光聖地巴里島宣傳,由我國的運動攀岩選手和印尼當地的選手示範友誼賽,歡迎印尼來的朋友,街市能夠來到台灣參與西運的成會。 在不到三秒鐘的時間,兩位選手已經爬到最高點,換成一般來體驗的人,就要小心翼翼,紮紮實細踩住,再捉住支撐點才行。 細細的一面岩牆,可以令大家體驗攀岩的真實感覺。其實,它很接近人類的本能。 攀岩在觀光聖地巴里島,掀起一陣討論,印尼這個國家,也會在七月份,來台灣參與西運的三個項目。 西運組委會會計香港和日本,還有新加坡、中國之後,將宣傳的觸覺拉到印尼。 攀岩是西運精彩的賽事之一,還有其他三十個項目,等著國際友人和台灣民眾觀賞。